好我们继续来到被列为土石流警戒区的彰化县田中镇 这里的民众对镇公所的防灾表现很不满意 他们说台风来袭镇长跟主秘却是双双出国考察 他们打电话请求协助根本找不到人 而今天回国的镇长强调自己有遥控防灾 各级单位也都做了万全准备 不会有任何问题 泰立来袭列为土石流警戒区的彰化田中镇 农民到镇公所找不到可以做决定的人 连镇台会主席也敢来关心忍不住批评 想话田中镇长郑俊主任秘书陈宏杰 还有农民的科室主管 这个月14号出国到澳洲 考察弱势老人社福照顾还有公墓设施 台风来了却滞留不归 引发镇民不满 21号凌晨返国的镇长强调 出国前已经做好防台准备 我们公所体制不因为镇长在不在 而是我们的整个的效率 县政府还能特别的派一个来关心 但是我们在关心的过程 我们也告诉他 我们的代理镇长绝对有这个能力 张王县长卓博员知道田中镇公所放空城的消息 立刻指派县府秘书陈淑却进驻田中镇公所 协助防灾事宜传出镇公所有杂音 但县府强调防灾为上 田中镇长曾俊雄强调 原本预计19号就要回来 但临时订不到机票 返国后已经立即处理农民反映事项 针对镇内10%的稻坐倒幅将近82公顷 以及联雾果裂的问题会马上进行处理 不会损及民众权益 记者 文庄赖世杰 张华报道 嗯